今天是11月22号 下午已经收盘了 今天这盘面可以说 让人非常之冷 又跌了 而且尾盘再次的加速下跌 那今天有很多人担心了 明天会不会跌到3000点去 明天再跌的话 我要不要割肉 这里提醒大家 注意了 股民朋友们 尤其是散户朋友们 不要被阻力给吓到了 一旦你在这个低位 割掉肉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明天 再次的被阻力给收钩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两天的下跌 明显的是不顺常的 那么你在阻力 如果说被阻力给吓到了 那很有可能 再次的面临着 最高的风险 怎么看 大家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尤其是在这两天 亏损比较大的 又不得该怎么办的 那么你就听 听话心里就有底了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讲的这些技术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 入住为一句 大家是不是发现 你今天跌了 那么很多人手中的票 是吧 它是什么 大盘跌的时候 它跌得更快 大盘涨的时候 它就是涨不上去 大家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而且今天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你会发现没有 今天沙跌的是水 其实今天沙跌的 我告诉你 几乎都是属于我们的优质股 我说优质股 大家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些日地比较好的 业绩比较好的 位置比较低的 对吧 大家是不是发现 如果你手中拿的是 业绩比较好的 行业龙头的 以后 还就是市盈率比较低的 位置比较低的 这些票跌得越来越厉害 跌得越来越凶 大家是不是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几乎都是这种类型的 然后手中没有的票 不敢拿到票 不敢去的票 比如说那些垃圾股亏损股 它就涨上天了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如果你感觉在市场当中 老是赚不着钱的 或者说你实在忍不住 想去割掉 又去追高的 那么接下来你听仔细了 不要再被阻力给仿佛说过了 其实市场在不知不觉当中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什么 明显的转换过程 什么意思 大家仔细看 今天涨钱票 虽然说今天涨钱票还有多少 涨幅在10个点上的 还有50加 50多加对吧 但如果你仔细发现 你会明明白白的看出来 这个市场的一个节奏 什么节奏 这些大涨的票 这些涨停的票 大多数是什么低位票 仔细看 这些大涨的票 尤其是今天你看涨幅在10个点上 达到50多加 那我告诉你 起码有40加是属于低位票 属于这两天突然起来的 突然拉起来的 大家仔细看就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苗头 所以朋友一定要注意 不要被阻力给带坏了 不要被阻力给什么 给收割了 另外一个你会发现 今天跌幅剧情的票 或者说跌停的票 几乎都是什么 都是近期涨幅比较大票 你看传字 风华 利通 严华 农高 习农科学 冰宝三星 跌领 红昌 黄体国际 大家是不是刷新了 执政 是吧 几乎都是在这几天 这段时间出就大幅度拉升的 顺眼里去参与的话 风险是极大的 但同样的也给大家提个醒 什么醒呢 就是高位的垃圾股 散场了 我们该撤退了 你比如说像西农这种 近期 毫无理由 莫名其妙就涨了 这个票在前一段时间 还出现什么 还出现重波浪内空 对吧 结果你看近期出现一个明显的发方 走势 银保三星这种票 毫无理由就涨了 你看这一段时间上涨的话 我都没看懂 所以说这个票股性是比活跃 数到的腰股性点 但是这里为什么上涨 我真的没看懂 对吧 结果你看 看这里没有 亏损股 垃圾股 几乎是什么 是完全的一个炒作行情 再看一下前排的这些大涨的票 你看看前排的一些大涨票 不说别的 就是说今天的妖股 谁 妖王 三伯术 对吧 这个票你看今天是什么 所谓一个什么 地天板 从地板到天板 你看前天 它也是从地板到天板 这个票短期出现了一个九连板 九连板 你看它的业绩 是不是 四分数到这种非常非常差的 这种票为什么会让涨 其实它说白了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恶意的纯炒作 所以像这种票就是什么 就是要能赌 赌都在里面 只有赌错了 那我告诉你 你在高位接盘 那么可能你 一年两年 算是什么 算是这几年都解不了套 对不对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你还是要注意不要看那么多涨停票的 我就去追 我就去顶 我觉得这个市场 你还是要注意风险 不要只看到人家吃肉 看到这些大涨的 你也看到后排的有多支票 是什么 属于被核按钮的 你看今天大跌的票 是不是很多是有核按钮的 都对 是吧 昨天大涨今天就直接怎么 直接滴开 直接被案的 对吧 你看这种票 昨天去追高了 今天直接就滴开 大跌停的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你还是要注意这些细节 注意这些风险 好 那问题呢 连续两天尾盘跳水沙滴后 是吧 我刚才讲了 不要反复的被收购了 尤其是在这两天 你持有的是什么 持有是一些优质股的 就是那些业绩比较好的 这两天是吧 本来的低位越跌越多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要被割入 这里我给大家重点讲一下 近期大家市场上 关注最高的几个方向 一个是科技类 一个是汽车类 其实这个科技的汽车类 我们稍微带过一下 稍微留下 重点讲一下 这个低位的 我们来看 汽车类 不用我说 新能源车是重点 但新能源车也是出现了高位的调整 这个我跟大家说过 是吧 跟大家说过 他在这个位置是有压力的 以后等他回载 确认一个低点下上升 但是个股的话 它出现一个明显的高低线 就是什么意思 高位大涨的要小心 但是低位的又是机会 你看今天新能源车 涨停的票 或者说大涨的票 其实它很多是什么 低位刚刚启动的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机会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里面要注意 当然今天大涨的票 其实很多都是什么 都是属于北交所的那些票 对吧 大家发现没有 很多属于北交所的那些票 然后真正 持住性的票 就是那种什么 腰股抱团 说腰股抱团 很难去参与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包括近期市场的核心品种 科技类 科技类就是什么 华为概念 还有就是像卫星 5G6G这一块 包括光刻机 光刻胶这一块 大家记住 他们都是属于一个什么 高位的一个调整 我觉得这些调整都是比较正常的 毕竟在这个位置 人家上涨的幅度别大 所以这里往下发跌 我觉得很正常 是吧 只要你不是高位追 问题都不大 你高位追了 当我没说 所以你有矿 有矿 对吧 你去追 那当我没说 这是今今的盘面的一个情况 说本来就是市场风险 是集中在高位版高位票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科技汽车调整后仍然是机会 但是机会的话 只限于第一位的补涨了 朋友们第一位的补涨 我们不能盲目的再去追 高这两个方向 可能最强的无语 最强的科目总裁就是什么 就是大金融类 大金融类 主要还是在证券类 对吧 证券类我GTU天天跟大家讲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跟我说 二阳先生怎么办 中午的时候 还有人跟我说 二阳先生怎么办 我的证券 我也是低息的 但是亏了三个点了 现在我 我在想我要不要割入 还是加仓 到底该怎么做 大家看一下 证券板块 今天再次冲高回落 昨天冲高回落 今天再次冲回落 可以说连续两天的一个尾盘杀跌 那么这种行情要怎么办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你在这个位置去低息证券的 连续两天跳水的话 你亏了多少 三个点 四个点 还是五个点 三四五 这几个点 我觉得有没问题 没问题 是吧 一支票亏几个点 亏三个点 四个点 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都对 所以你没必要纠结 当然 如果你在这个高位最高的 那倒我没说 为什么说高位最高的 倒我没说 因为你在高位最高的 可能你在这两天亏损 达到五个点以上 甚至达到七八个点 十个点都有 这大家需要注意的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你就明白了 但我想告诉你是什么 证券板块 如果它再跌 跌到这个低地 那怎么办 那就是机会 就是机会 上车 上车 是吧 尤其它能够跌到前低附近 那我告诉你 跌到前低附近 那你闭着眼睛去 所以很多朋友不理解 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位置 是吧 追高进去 然后就亏钱了 那你追高进去亏钱 那是吧 那是你的操作出现问题 你不追高问题都不大 可能你在这个位置 可能短期亏损的话 是吧 有个三五个点 但我觉得后期反弹 你就给你机会上去了 当然对证券板块的走势 主要还是受什么影响的 还是受这个重组的影响 你会发现方正中线镜头 中金公司 今天这几个没跌的 这几个没跌的 结果都是属于什么 都是属于并格重组类型的 尤其是像方正 你看 方正这种票的话 在尾盘是吧 出现了一个放量 下午风光量越走越高 所以这里明显的是有资金在什么 有资金在那里赌 对吧 有资金在赌 赌他重组 还有像中心镜头 中心镜头的话 今天也是很怕的 整体来说 他的走势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平稳的 好 中金公司你看 对不对 他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 但是整体来看正确大家记住 仍然以什么 以超跌反弹的每组 以市场有传闻的变购重组的票为主 你看后排的 有几个票 跌幅相对来拼得多了 有两个点 三个点的 那么这些票 你去看一下这些票的话 它其实是什么 属于近期的人气票 小票 所以大跌的时候 它跌幅相对来说比较大 但我告诉你 你一旦上涨的时候 它涨幅也是比较大 所以你没必要决心 在这个低位附近 我们觉得可以 可以潜伏 后期反弹拉高了 是随时都会可能什么 一根大阳线 一根大阳线就拉起来了 你像这种板块 这种票 是吧 前期你在这位置 是吧 在位置接盘了 是吧 如果你在这个低位割下肉了 这里一拉起来 你就什么 你就站稿 你就什么 你就被反复被收割了 但是你在这个位置最高的 你看这里又撒下来了 所以说本来就是这种低位附近 前伏进去 然后短期被套了 后面来一个大反弹 我们就可以高位检查 高位互利了 那么你怕了啥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高位追进去 那倒我没说 对吧 还有你看一下 这个证券板块个股的话 昨天有一些票 出现异动 出去明显拉高 但是今天就直接就被案了 什么意思 大家看 对吧 财通 大家仔细看 昨天财通是什么 最高的时候是8块7毛4 今天收盒是8块1毛9 跌了多少 跌到5毛多下来 跌到5毛多下来 是不是 如果你在昨天高位下了追的 今天估计亏损 达到5个点到6个点 所以在操作上面 你还在注意 这种急拉冲高的时候 你一定要是吧 要忍住的 不要轻易的去追 不要轻易的去顶着 很多这种类型的票 都是这种急拉冲高的时候 你不能轻易的去的 在操作上面 我觉得证券板块的整体走势 是底部震荡为主 以低息潜伏为主 就是说他在急跌的时候 他在杀跌的时候 杀到前阶跌的时候 你潜伏进去 一旦他反弹了 或者说他冲的急拉了 冲高了 那我们就考虑 冲高减仓 冲高凑退就对了 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的 好 除了证券之外 包括银行保险 也是一样的思路 一样的策略 现在就是潜伏的低点的时候 等待反查就行了 另外一个 就是在近期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高低期 你看 第一位的 看死户的资金关注 前期涨得比较高的是什么 是汽车和科技 但是我提醒大家 有一个方向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 这两个星期以来 重点讲过的 所以国企改革 虽然说国企改革 在下午也跳出来 也杀了 动了一个绿盘 但是国企改革 整体指数 属于一个震荡的走势 它也到了一个前高压力未来 那么如果说出去调整 出去杀跌的 我觉得反思好事 是属于大家 一个第一期的机会 今天国企改革 板号也多数票 长期 长期的票数是比较多的 对不对 你看 下面很多是低位启动的 都会上涨的 为什么国企改革 获得这些关注度比较高 其实说白了 就是什么 就是在证券出现 变革重组预期的情况下 那么国企很有可能 也会出现变革重组的 这种利好 当然 对于国企改革 我们要重点留意在分支 就是深圳系和上海系 重点的话 今天是深圳系 那么深圳系 深圳国企改革暴涨了四个多点 在全市场排名第一 那么为什么深圳国企改革会这么强 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 主要原因还是什么 还是因为大家都在赌 赌什么呢 赌荣药借壳 荣药手机 荣药手机借壳 所以大家都在赌 到底荣药是借哪一个呢 这里目前就不好判断了 深圳板块的个股你看多出现了什么 多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异动 这里说真的就是一个纯粹的赌 纯粹的炒作 是吧 赌他们重组 赌他们强强联合 但是到底是谁被 说过谁被重组 这个谁也不知道 反正资金就是一通乱炒 一通乱的操作 是吧 在这里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定的理性 保持一点谨慎 当然国企改革整体位置是比较低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保持谨慎最高 尤其是一些近期跟风的 最高还是要小心一点 当然也是前排的核心之后 农头票 我觉得还是没问题的 好 除了国企改革之外 另外一个有相对来说低点位置 然后资金关注比较高的 那就是什么 就是药了 今天的减肥药 排行中一度冲高 但是尾环也发绿了 那么减肥药怎么理解 减肥药在近期是属于一个震荡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 减肥药在这里震荡后 会不会再走一轮 会不会再次上涨 因为在这个调整过程中 感觉像跌不下来 还有就是减肥药的核心龙头 今天再次重新放量上涨 那么你看常商这种 把再次重新放量 那么这种票如果持续再次走一轮的话 很有可能把资金又带到里面去 又什么 又可能带动更多的资金回来 所以它的走势很关键 如果说明天它继续放量上涨的话 很有可能回流 当然它要是备案了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谨慎和理性 药的话 我前期跟大家讲过除了减肥药 还有创新药 还有什么 还有中药重点在这一块 你看中药是不是 发现面去吧 上涨两个多点 一个点 连数几天冲高 然后你发现中药的话 开始已经走出了震荡的一个底子 马上就到这个前压力了 我跟大家讲过 昨天跟大家讲过这个事 它可能要去什么 可能要去冲高位的压力 冲这个位置 是不是 如果冲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就考虑减肥药 考虑测税 另外一个中药板块 很多个股属属 属于低位的 我们看一下个股里就明白 大家看维康 特医 包括葫芦娃 包括葫花 大家发现 医药板块 尤其是中药板块 很多个都在低位 位置都表弟 而且技术面看着走好了 你看这种技穿 对吧 技术面开始走好了 军价开始发散了 还有很多很多这种类型 包括贵州算力 贵州算力 你看从这里起来到这里 15块到这里多少 19块 短期反弹已经几十个点了 它技术面是不是走出一个趋势反弹 趋势上涨 所以一要在这里 很多低位有什么 有奇门的 趋势开始走强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重视一下 并不说就大家去追高 你可以去潜伏 可以去低息 问题多不大 整体来说 药是存在着反弓的预期的 除了这个药之外 还有就是前期跟大家讲过的方向 新能源 离间词 离间词你看这两天出现调整了 我告诉你 这里调整就是机会 如果它杀到下面的低点来 你闭着眼前去就是 朋友们记住这个细节 如果它连续调整 连续杀跌 到它下面的低点附近 你闭着眼前去上车就对了 没有问题不纠结 抽点反弹移出其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最近的离间词板块表现还是不错的 就是这个林德时代的一个什么 一个压制 导致的这个盘面 实质上不去 大家看 林德时代是不是在近期连续走低 你看这里 上涨 沙跌 连续走低 那为什么林德时代会这么走 其实说本来就是什么 林德时代是什么 整个传统板块 创业板的传统龙头 对吧 以做空林德时代达到做空的这个创业板的目的 所以这次资金在被恶意针对了 那一旦林德时代在这个位置起满后反弹的话 林电池马上就会发飙了 马上就会起了 所以林电池板块 那些近期调整的 或者说被动调整的那些票 它是大家需要的重点 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着超跌反弹 就是可能面临着什么 新一流的上涨 这里我再次的提醒大家 市场在轮换 市场在轮动 尤其在近期 那些突然暴涨了 涨幅比较大的那些垃圾股 大家还要小心点 避免轻易的接盘 一旦你做错了 我告诉你 可能这半个月 一个月 几个月 甚至一年两年 你都解不了套 这大家需要注意的 对于一些低位的一些核心品种 一些人性品种 短期调整了 短期撒跌了 那就是好事 给大家机会 上车的机会 包括汽车类 科技类 包括金融类 甚至包括医药类 因为这些仍然是市场的重心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算